進場前的基本防疫 國道服務區樣樣沒少 即使開放內用 堅持要梅花座並使用隔板 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梅花座 還有隔板之外 每一個服務區都有它的融流上限 以實定服務區來說的話 這裡目前規定 這個空間只能容納278個人 方方面面嚴格管制 因為這次中秋連假 預估服務區人數 很可能比去年還多 高工局更加派人力 控管和傾銷 工作人數的部分 大概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 向大的服務區 像清水最大的部分 大概傭人庭最多部分 大概會接近加一倍的人力 在服務 清水服務區 無論返鄉出游 都是人潮最多 也是最大的一站 從觀光局提供的定房狀況 也能看出往南走勢趨勢 統計榨期前三晚 平均定房率 表現最好的是苗栗 接著台南也有52.36% 屏東位居第三 而普遍認為 最熱門的花東 只排名第四 第五 我們初步推測的原因 是因為DOTA病毒 然後再加上大家對這個東西的一個不確定性 苗栗的許多的油氣景點 那或者是住宿設施 都屬於比較戶外 疫情期間戶外休憩 成了旅遊最熱門關鍵 加上苗栗便利性高 使得花東熱度大姐 不像過去一防難求 業者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巴拉新聞馬向宜仲龍 台北採訪報導 鎖定巴拉女生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